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4日23点31分联合报记者毛晚 停 桃园报导徐征顺昨本季球衣被号改穿5号成功扛起球队重任 图 大专体育总会提供分享去年到外面晃了一圈后 毕首大学主将徐征顺又重返校园 球衣也从3号改穿5号 象征扛起球队指标人 误的任务 他也没让主帅谢宇娟失望 帅队以73比64击败辅仁大学 想下最后一张四强门票 成功搭上前往台北小巨蛋的列车 毕首昨天在关键站采用3-2区域联防成功扳倒对手 赛后谢宇娟坦言到八强最终站内心仍然抖抖的 很怕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防守战术会破功 但他们执行起来很有信心 也让我在第三节后段较为放心 能前进小巨蛋还是要归功于球员 他们想赢才是最重要的 其中我想征顺比谁都还想去 徐徐征顺虽自从队正大之一后得分就没能上双 但他用其他方式为球队做出贡献 前几场 很闷 打得急躁反而没得到效果 小娟杰有提醒我如果进攻不行 可用其他方式弥补 而他也成功扛起责任 此意虽仅有五分进账 但贡献九篮板 七助攻 助队挺进四强 一手连续两年前进台北小巨蛋 徐征顺今年感触却特别多 新年打得确实辛苦 能够晋级觉得特别开心 新年感觉是真的属于我们四年级自己打的四强 对于接下来的目标 徐征顺盼球队发挥应有水准 不让去年的汉氏重演 希望能用正常的我们去拼 另一场 台师大83比81击败剑行科大 四强排名正式出炉 去年 冠军战戏码提前上演 现行迎战国体大 台师大则与一手抢冠军战资格 分享 分享 留言 猎逸